大躍进所造成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4000万人 《争鸣》杂志2005年11月报道 1959年到1962年的档案解封以后 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 2011年的6月 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裴亦然的文章 杨尚昆披露大气荒饿死人数 文章披露2009年12月27日 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新子林 在北京朋友聚会中发言说 毛泽东实践的那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 饿死了3755万8千人 杨尚昆记在一个专用的本子上 这是一个最低数字 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是在4000万人以上 根据杨尚昆讲 中央得不到各省的饿死人的真实的资料 问民政局 问公安厅都隐瞒和缩小数字 刚刚我们所了解的数字 有专家学者的调查结果 也有中共内部资料上的记载 我们知道中共是从来都不会实话实说的 如果是在中共官方历史记事文章中出现的数据 恐怕都是已经拦腰折断了 目前所有针对大饥荒死亡人数的讨论 唯一的一个数据指出 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9600万 披露这个数字的是中共的退休老干部 邵正祥老人 毛泽东的秘书李锐 曾经是他的领导 2014年的12月 他接受了老虎庙私家电视台的采访 谈到毛泽东的真实面目 其中就谈到了大饥荒真实死亡数据 我在这里呢 截选了其中的一段影片给大家 毛泽东还是这么多中国人 还是多少 我那儿有个材料品 公安部的材料 公安部的档案 三年大约就握死了9600万 这个你们可能没听的 公安局都问我 肯定是公安局问我 邵老师你这个数字从哪来的 我从你公安部来的 那边问的就是公安部的一个老干部 就彦洛宾在 现在还在 经常在阎晃春要发表公账 他当年他都不相信这个数字 因为当年这个 这个数字谁投机出来了 杨上昆 杨上昆 一九六四年 全国第二次人口不超 因为杨上昆 他很重视 到底我是多少人 因为 凡是从下边抱上去的 都经过当地一把手 签名的 都是假的 杨上昆 知道是假的 所以他这次 他专门 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 很多财员 他很重视 到底我是多少人 他就成为一个普查办公室 至极兼任办公室主任 有公安部一个副部长 兼任办公室的副主任 他们这次普查 第二次人口普查 完全不经过地方 完全经过公安系统 经过省里边的公安厅 公安局这些 由公安部人口统计处于副部长来主持 主持人口 最后结果是9600万 诺史农民9600万 这个阎洛宾 当然在公安部也是个高级干部 他就不相信 他两次问这个 人口统计处的这个副部长 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 人口统计处的副部长说 这个数经过我们反复的核对 是正确的 而且已经存在公安部 人口统计处的档案里边 对 党中央公开承认 卧死了多少人呢 他有四个数字 这造假还都不造假 去年出版有党十二件 只承认卧死1000万人 原来国家统计局局长 他是清毛泽东的 他承认卧死2200万 国家主席杨尚昆呢 因为这9600万 他就经过他手 来扑查出来 但是他当时国家主席了 党中央不叫他说这个真实数据 他就说这个 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 说得好很很准确的准确到千 他说国家统计局每年出一本中国统计年鉴 这本中国统计年鉴呢 就记载这一年的出生率死亡率增加多少人股减少多少人股 非正常死亡率增加多少 我们单位 2200万国家统计局局长 3750万八千国家主席杨尚昆 中国统计年鉴4063万 这四个数字 现在证明都是假的 公布这个数字才是真实的 9600万 民在大饥荒期间减少生育 但是呢 生育率下降 只是年龄断层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 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 大饥荒前后几年的平均死亡率只有1%左右 而1960年的死亡率是2.5% 杨继生在墓碑这本书中表示 如果大饥荒中3600万死亡人数是比较准确的话 那么相当于1945年 美国在日本长期投下的原子弹死亡人数的450倍 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 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杨继生还表示 大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 其惨烈程度远远的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如果是按照9600万死亡人数来计算呢 刘少奇在1961年初曾经告诉苏联的大使 切尔·莫年科说 大跃境期间中国一共有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事实上比这还多 当年饿死人数最多的是四川 安徽、河南、山东、甘肃这几个省 在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境清丽记》中 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1959到1961年大饥荒池 安徽省凤阳县情形的文字 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 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 村民严俊茂告诉记者 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堂 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 为什么浮埋 饿得没有力气呀 扔挤枪土了事 说起来对不起祖先 也对不起冤魂 人饿极了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的一位亲戚 看见有人到死人堂 割死人的腿肚子吃 他也去了 开始有点怕 后来习惯了 顶黑去顶黑回 饿极了连人肉都吃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 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化 他是河南省信阳人 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 劳动改造 同军一事的同乡 从信阳探亲回来 对他讲了如下的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 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 只剩下俺姑 他的儿子也死了 他怎么活下来的呢 有一天夜里 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 冲进了他的院子 他连忙关上门 一磅就把饿昏的猪给敲死了 连夜拨了那头猪 埋在地下 每天下半夜起来 挖出一块 稍稍吃 他不敢给他那个五岁的孩子吃 怕他说出去 一说出来 村子里还活着的人 就会冲进来和他拼命 会打死他 要把他的猪肉拿出来 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 叫着饿呀妈妈 饿呀妈妈 一直到死 人变得那么的狠心 可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能这样 当时信阳地区 一个村落 一个村落的人 被饿死 近西县 就有639个村子 死绝 故史县 全县 无人烟的村庄 有400多个 死绝的户数 光山县 就有5647户 西县 5133户 故史县 3424户 四川的奈斯墙 生于1942年 闹金光池 17岁 在四川省南部县 盘龙镇的农村长大 21岁离家参军 退伍转业 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 现居四川省南冲市 退休的赖先生 喜欢摆 荣门镇 他说 在当时 饿死人 是司空见惯的事 死者包括 我身边的亲人 林里 长期的饥饿 很多人 都得了水肿病 我的大伯娘 和堂兄 母子饿的 三肿 三肖 最后 仍然痛苦地死去 我的父亲 同样也是因为饥饿 导致水肿 而过世 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 三肿 三肖 锄头 铁锹 意思就是说 某一个人 一旦三肿 三肖 基本上就没救了 亲人们就可以 拿上锄头 铁锹 送他上山 安葬了 那个年月 就是眼睁睁地 看着亲人饿死 也无能为力 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 饿得整天 无精打采地 呆坐在院坝里 晒太阳 一动不动 只要听到 食堂开饭的钟声 就都猛地跳起来 窜向食堂 那时候 还有一种东西 叫做观音土 实际上 就是地里的一种 白色的黏土 有很多人 为了一时冲击 不过后果地 吃下这种白泥 堵塞了消化道 无法大便 不少人因此被活 活地憋死 三年大饥荒前夜 中国曾经 有两句家喻户晓民谣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1958年 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地升空 老百姓们以为 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 转眼之间 中国百姓面对的 竟然是噩梦一场